無論是工作、追劇還是玩遊戲 如果你想要超大螢幕 而且又要顯示的品質夠好 亮度夠高的OLED 並且還輕巧到可以放在口袋隨身攜帶 又不要噴一大筆錢 那這個產品應該就是目前的最佳選擇 Renium Dare 2 大家好 我是安生 在拍完Vision Pro之後 我就對頭戴裝置很有興趣 也想找找看有沒有什麼可以做到其中某些事情 而且相對便宜很多的替代品 我想這個應該就是答案了 開始之前先感謝有閒購物的超級支持 Renium Air 2 本體加上Joydark充能外掛組合包 在8月21到8月31日有限定優惠 原價14999 現在只要12999 等於購買本體 就送專櫃Nintendo Switch打造的全套配件 領取優惠券還能再折500元 而且還有各種支付方式的回饋 買起來真的超級划算 首先從開箱開始說起 盒子外面印的是技術規格相關的資訊 另一邊則是常見的使用情境 這些待會我都會詳細介紹 外盒拉開裡面是印刷了Renium Air 2 的樣貌 閃亮亮的塗層看起來很炫炮 打開想說怎麼跟想像的不太一樣 實際拿出來才發現原來這只是保護膜而已 撕開後就能看到質感是非常棒的 乍看真的跟普通墨鏡沒有太大差別 而靠近眼睛的這一面也同樣有保護膜 這個一撕下來就很有科技感了 盒子下面還有第二層 有兩個小紙盒 第一個裡面放的是超厚的各國語言說明書 還有一條角度是特製的USB-C to USB-C線一條 長度約120公分 另一個小盒子則是有磁鐵吸附式的鏡架和鏡片模型 如果像我一樣有點鏡式的話 可以自行到眼鏡行依照這個模型和自己的度數去配鏡式眼鏡 或是當然戴型眼鏡也就OK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專用的收納布袋 而且這個布袋細節很不錯 裡面是有分兩層的 不用怕USB-C線會刮爛眼鏡 最後還有一塊專用擦拭布 Renium Air 2 的外觀非常簡單 除了鏡片內藏了兩塊OLED螢幕以外 真的可以說就是結構上比較粗壯的墨鏡 鏡架的外側是顏色很深的銀灰色 會與皮膚接觸的內部則是霧面黑的材質 很親膚很舒適 雖然幾乎整個裝置都是塑膠材質 但完全不會覺得有廉價感或是塑膠感 整體是很有質感的 這個裝置本身其實是沒有鋰電池的 因此不含傳輸線的重量才不到80克 而且配重的設計非常不錯 所以長時間佩戴也不至於覺得 臉上或是鼻子上會有什麼不適 在內側的中間有一個感應器 會偵測是否佩戴 只要一戴上就會自動開機 下方則是矽膠鼻墊 柔軟有彈性又有一定的止滑效果 在鏡架的下方 左右邊其實還藏了按鈕 左邊是控制音量大小聲 右邊則可以調整螢幕亮度 還有後方就是USB-C的插孔 傳輸資料和供電都是透過這個唯一的接孔 在佩戴時 只要跟眼睛保持在一個剛好的距離 就可以得到最佳的觀看體驗 為了做到這點 其實鼻拖是有三段距離可以調整的 自己的臉型調整到最舒適的位置 喔對 補充一下 調整鏡架的時候聲音有點激烈 但應該是為了整體裝置的穩固 所以要稍微大力一點 我有查一下這是正常的 在三段可切換的角度內 不用擔心會壞掉 而鏡架的左右其實也非常有彈性 這段時間用下來 我讓身邊很多朋友試玩過 還沒有遇過覺得佩戴起來會不舒服的 應該可以說是適合幾乎所有臉型 用最簡單一句話來理解 這個裝置到底是什麼的話 可以說就是一個 能佩戴在臉上的外接螢幕 前面有提到這個裝置沒有鋁電池 所以要搭配使用的裝置 就需要有供電的功能 譬如說去年推出的iPhone 15 Pro 已經改用USB-C接口 並且原本就能幫AirPods或是Apple Watch充電 搭配Rainio Air 2 就是USB-C線一插就收工了 完全就是It just works 而實際插上去之後 看起來就會像是把iPhone插上任何外接螢幕一樣 鏡像把iPhone的畫面投射上去 如果點進YouTube、Netflix或是Disney Plus等 任何影片播放軟體 那就會得到一個尺寸巨大的觀影體驗 因為無法錄製實際眼睛看出去的效果 請原諒我後面的畫面 用一些拙劣的合成來示意 我手邊測試過USB-C孔的iPad Pro、iPad mini 也都是隨差即用 這些行動裝置 我覺得最棒的就是搭配前面提到的觀看影片 因為裡面這塊OLED螢幕的表現 比我想像好非常多 待會我會再提到細節 如果搭配的是MacBook系列 那也就是插上任何USB-C孔 就可以當作一個外接的巨大螢幕 之前我在Vision Pro的開箱影片說過 覺得最棒的使用場景 就是當作Mac的延伸大螢幕 這點其實Rainio Air 2也是能做到的 而且可以選擇要當作鏡像投影的唯一螢幕 還是要MacBook當作主螢幕 Rainio當作第二個螢幕 或是兩者反過來 總之體驗上來說 真的就像平常插上外接螢幕 能做的事情都能做到 而且聲音也能輸出到Rainio上去 唯一差別大概就是Vision Pro投出來的螢幕 因為有運算空間的關係 是可以固定在半空中的 而Rainio會隨著你的頭擺動而跟著轉動 不過Vision Pro的價格 可以買10個Rainio加上一台MacBook Air 如果單純想要一個可以放在口袋裡的巨大外接螢幕 那這點真的是CP值爆表 但我覺得最棒的使用場景 則是搭配原本就以輕薄好攜帶的Nintendo Switch一起使用 有推出一個叫做JoyDoc的擴充套件 這裡簡單帶下開箱 從盒子外觀就看得出來 是專為Nintendo Switch打造 開箱後首先就是本體 外觀設計算是非常簡單 質感也很不錯 再來就是簡單的使用膠學 下面還有一層 裡面是一條超級短的雙頭USB-C線 以及一個用來固定Switch的支架 這個東西長得就像是一個行動電源 實際上也確實具有1萬毫安培的鋰電池在內 日常可以當作具有PD快充的行動電源使用 但這個不是重點 真正的重點是這個東西除了可以供電 還內建了Switch的底座功能 並且有特別為了Switch設計的固定凹槽 只要這樣把Switch主機卡上去 並且透過JoyDoc附的雙頭USB-C線 插上Switch主機 隔壁再接上Rainio 你就得到一個瞬間把7吋掌機螢幕 變成201吋超大劇目的體驗 而且上面還有第三個孔 是可以一邊充電一邊遊玩的 不用怕這1萬毫安培玩完之後 就得放下手把 再來一定要說一下顯示效果了 Rainio Air 2搭載的是Sony的Micro OLED 就像Vision Pro一樣 只不過解析度是單延1920x1080 而且亮度最高可達600尼特 顯示效果我只能說真的很棒 亮度夠高 而且顏色是非常飽和非常舒適的 尤其因為是Micro OLED 黑色就是真正以像素為單位去關閉的純黑 看起來對比也很夠 即使在有陽光的環境下 亮度開到最高 顯示效果也依舊令人滿意 而且並不容易看到螢幕上獨立的像素 拿來玩遊戲的體驗真的很棒 還有一點針對遊戲可以提供的優點 就是其實這兩塊Micro OLED的螢幕 是有120Hz更新頻率的 如果遊玩的遊戲和搭配的裝置都支援 那就可以得到更滑順的遊戲體驗 還有一點對於玩遊戲很加分的 是這個開放式的耳機 總共有12級音量可以調整 聲音表現比我原本預期的還要大聲 音質也很不錯 並不會因為看起來離耳朵有一段距離 就覺得一定需要搭配耳機 我這段時間用起來 是完全覺得揚聲器的表現 都是很夠用的 還有一點在某種程度 可以取代Vision Pro的 是下載了Rainio XR這個App之後 只要同時按下任兩個進架下方的按鈕 就可以切換成3D模式 用來播放iPhone 15 Pro或是Vision Pro拍攝的空間影片 顯示的效果很不錯 無論是視覺上還是聽覺上的立體感 表現都很棒 除了具有USB-C孔的裝置能使用以外 如果想接到Xbox、PS4、PS5之類的裝置 那只要買一個HDMI輸出訊號 給USB-C顯示器的轉接線 那就是任何只要是HDMI的裝置 就能轉換後把畫面和聲音都丟給Rainio來輸出 這個用法就連拿來監看相機拍攝也都沒問題了 不過因為我個人搭配iPhone和Switch的使用最多 相機也已經有專用的監看方案 就比較不會用在這些方面 但是有這些需求的話 非常值得購買一條前面提到的這種轉接線 總結下如果你經常在外面東奔西跑 又希望能夠有一個大螢幕比較舒服 無論是接上電腦做一些跟生產力有關的用法 還是插上iPad、iPhone看影片 或是讓Switch掌機輸出大螢幕 並且這塊螢幕又要小到可以放在口袋 又或是房間太小擺不下巨大的螢幕或電視 那Rainio Air 2都是我覺得非常對得起價錢 而且影像的品質、聲音的表現 都讓我很滿意的產品 特別是搭配一條USB-C轉接HDMI的話更是大解放 畢竟Vision Pro的好用是指好用在搭配自家的Mac電腦而已 目前只要跨出了蘋果生態圈 體驗就會大打折扣 而Rainio的強項剛好正是在遊戲主機 或是所有行動裝置幾乎同吃 對隨身攜帶隨插即用 或是借給身邊的朋友體驗都方便很多 而且外觀看起來就是一個墨鏡 以現在頭戴裝置還不是很普及的狀態來說 即使在外面使用 看起來也不至於在空間中顯得太過怪異 是我覺得很適合平常方的包包或口袋 需要大螢幕的時候就隨時掏出來用 又低調又方便攜帶的隨身外接螢幕 再次感謝有閒購物的支持 記得到有閒購物領取優惠券下單 或是加入頻道會員 也歡迎加入Discord聊天群組 來交換各種想法 都會對我有超級大的幫助 我是安生 下個影片